加拿大华裔画家彭国泉由画展近日于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拉开帷幕 画展以感恩与守望为主题,共展出超过70幅作品 彭国泉曾为中国四川省成功企业家 他表示自己的创作多数为创业及移民后生活经历的直接展现 宣传一种生活,就是作为我们不管年龄大小 我们都要有自己的理想给抱负,去实现自己的梦 把加拿大、温哥华这么的华人,大家都应该以我做起 在这一生,你走的那一天,你觉得你不遗憾的一件事情 画就刚刚讲的非常投入,画的人是他很感兴趣,他很喜爱的人 人在画的时候充满了感情来画,从这一点上来讲,应该是很成功的 视觉艺术家克斯提就认为,尽管彭国泉并未经过专业训练 但作品中流露更多的是自强不息的艺术精神 而这也成为其写实作品的特点之一 彭国泉表示,移民后的生活并未让自己松懈 从事绘画艺术是自己曾经的梦想 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及作品展示 为新移民带来实现梦想的动力 凤凰卫视祖克勤,李东尼,温哥华报导 凤凰卫视祖克勤,李东尼,温哥华报导 凡凰卫视 относ话